在过去一年当中全世界的焦点在Supermicron梁建厚先生 我现在来台湾大家也非常尊敬他 但是他这一次延后财报公布股价暴跌25% 那这个暴跌25%他虚增营收 而且对财务的支出相对降低 那这个时候你营收增加支出的项目 他把它简列 那这个就造成盈余的虚增 这个时候新登堡的放空集团 他只以他5点 这个5点我们看到Supermicron都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他现在延后公布财报 那公布财报我相信对股价 他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他是台北工专 毕业之后在美国留学 那么在这一次AI的盛况当中 他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 那Supermicron的股价一度最高到1229 这个是无法想象的 他从最低34.11 这一次掉到395.18 这个也告诉大家 在公司治理的路上 如果你作弊 那这家公司的在国际的评价 会被大打折扣 这个也是在这一次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今年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AI的伺服器 在今年梁建后跟黄仁勋 一直都是市场瞩目的焦点 那中国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们虚争财报 那这个财报 一旦被发现造假 那后面其实都非常严重 你可以看到 讲瑞幸咖啡 后来股价是下市 所以我想这个也给大家一个 在未来的治理路上 可能大家一定要更加严格 更加谨慎 好 今天我们也同时 也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到这个礼拜为止 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它的排行榜 其实有重新改写的这个迹象 大家可以看到 从第一名的美国 到第二名中国到日本 然后香港第四 香港现在如果并到中国 大概13兆左右 美国57.8兆 大家可以看到 这相差是非常大的 好 印度现在排到第五 快要超越香港 那第六呢 英国第七是华国 第八是加拿大 第九是沙地阿拉伯 那第十名台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德国排在十一名 台湾能够能拿到第十名 两兆4480亿 大家一定要对台积电 要很尊敬 为什么 因为有台积电 我们大概台积电 在ADR呢 大概市值一度到一兆美元 你可以想象得到 德国为什么排到台湾后面 德国最大的公司叫SAP 它是软体公司 市值大概是1810亿美元 那第二大呢 西门子在1418亿 所以德国两家重量级的公司 都差台积电很远 那沙地阿拉伯排在台湾的前面 最重要它有一家 Aromco就是沙美石油公司 它单单一家公司 现在市值1.78兆 沙地阿拉伯如果扩掉那一家 剩一兆 所以大家想象 这一家公司 占整个沙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 大概占市值超过一半以上 那这当中后面我们看到 台湾除了赢德国以外 我们赢瑞士也赢南韩 很长时间大家经常讲 韩国能台湾不能 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GDP 也包括股票的市值 现在领先南韩 那大家后面看到 荷兰能够跑到前面的第15名 它有艾斯摩尔 那丹麦呢 现在大家看到 丹麦除了卧序能源以外 它还有一家 Nordix 就是诺华药厂 它这个减肥药 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台积电呢 因为汇城半导体 跟台积电的走势 也让台湾的能见度相对大增 美国的股市为什么重要呢 美国的家庭现在 持有股票比重 已经超过50%了 那这个时候呢 千禧世代 你看到千禧世代 在股票的持股呢 不断的上升 所以大家也看到 在这一次美国的总统大选 对股票市场 它的重要性 你从这张图 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印度呢 你也可以看到 印度现在 印度的信实工业呢 它是市值最大的公司 涵盖塑化 然后呢 Tata呢 是排名第 那信实实验呢 现在2420亿9千万 那Tata呢 是1926亿 所以印度 你看它股市啊 一直是往上的 这个信实也是一样 它是印度前两大 那最近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迹象 多哥西多马丁呢 股价已经跑到560块 这个美元了 它创新高 所以大家如果从未来的军工产业的发展 大家可以想象到 台湾的军工产业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 看起来也会有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 WOMA呢 中国的很多的零售 这个卖场 股价跌了很惨的时候呢 WOMA的股价创新高 这个也代表同样的产业当中啊 将来如何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啊 可能大家必须要特别考量 那最近大家注意到 巴菲特呢 不断的卖套现 卖出美国银行 它已经不断的调整持股 所以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 在巴菲特呢 是8月31号94岁生日 所以我想对于做投资的人来讲 人到最后脚会衰败 不会走路 但是呢脑袋瓜只要维持的好 脑袋瓜越来越清楚 那巴菲特呢到这个年龄仍然俯俯身微 这个礼拜博客下的A股 那市值到了一兆美元 它已经取代打败台积电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巴菲特在最近呢 它卖掉将近一半的苹果的股票 现金水位拉升到2769 最近卖掉美国银行呢 可能将近3000亿 这个3000亿呢 它正在等待下一轮的买进的机会 黄润馨呢 卖出的NVIDIA 它大概卖了5亿7950万美元 所以也造成NVIDIA的股价呢 在这个地方大幅的下滑 那么这次鲜明呢 黄润馨没来 大家很怀念他在今年当中 他去吃大家一头米粉 那我想也欢迎这个黄润馨呢 在今年抽空回到台湾 再来看一看 我相信对 大家对这个产业呢 会带来更多的憧憬的力道 我们下期再见